很多1450网军媒体攻击我太太夫人甘正 其实我太太李嘉芬一步都没有到过高红市政府 反而不停地拜托她跑一些弱势族群 总统证件会似乎被韩国瑜弄成放闪大会 你的网军1450长期抹黑我的内人李嘉芬 夫人甘正爱金钱爱权利 你用国家机器对付一个女人这样子打法 李嘉芬招谁惹谁 一边替太太抱不平一边再说太太多感性 25号圣诞夜她跑去高雄看了一些孤苦无依的小孩子 我太太回来以后在我面前讲眼泪都掉下来 韩国瑜提到李嘉芬的篇幅可不少 算一算时间竟然长达1分29秒 难不成是因为夫妻间吵架有了疙瘩 让韩国瑜用证件会来放闪 竟然利用这么宝贵的公共的时间来处理家务事 不管六百万也好或王小姐也好 我觉得夫妻两个事情自己去处理好来 利用公共的资源放闪 或者是借机修补夫妻间的关系 这不是一个总统候选人该利用公办证件会做的事情 选战倒数计时 不过李嘉芬挺寒大游行没出现 原本要去澳门抬上挺寒大会 结果跑去了澳洲 好几场挺寒动员都没有看到夫妻同框 也难怪引起外界诸多想象 三线新闻里为庭公交箱 台北报道